大家好,我是Den 最近因为各种演员、爱豆们的爆料 让粉丝们都非常担心,甚至感到疲累 其中虽然也有真实的爆料 但是只是为了毁掉一个艺人而造假的爆料也是不少 总之不管是真是假 现在想要爆料艺人丑闻的网友们 都会上传毕业相册来证明自己 真的是跟那位艺人是同一所学校出身 而网友们也会因为有毕业相册作证 就会比较相信这个爆料文 但是,只要有毕业相册就一定是同学吗? 毕业相册是比较私人的东西 如果不是自己或者是家人师大所学校毕业的话 是很难拿到毕业相册的 更何况还是要跟那一位艺人同一期毕业的相册 就更不用说了 所以问题就来了 想要造假爆料的人 要怎么上传毕业相册来作证呢? 答案就是 昨天有家媒体报道了 最近在很多论坛网络二手商店 有很多贩卖购买爱豆们毕业相册的内容 而不分人气爱豆的毕业相册 价格也超过100多万很逼 特点是 比起要卖的人想要买的人是更多 当然其中也应该会有时真粉丝为了收藏而购买 但是因为最近上传毕业相册后 造假的爆料也被发现了不少 所以很多网友们就怀疑 是不是有很多黑粉会这样将毕业相册拿到手 上传到网络上来造谣 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不能只相信毕业相册 其实是很容易就能入手 在Twitter上真的有非常多想要购买毕业相册的人 都这样了 还只看毕业相册就相信爆料的人 不是脑子有病就是疯子 到底是为什么要这样呢? 毁了别人的人生 自己的人生就会变得富裕吗? 说实话 护航的贴完只上传毕业相册的话 就没有人想要相信 不好的事情只要上传个毕业相册 大家不就会马上相信吗? 不管怎么样 现在我们知道了 别人的毕业相册 其实是这么容易就可以拿到手 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 以后不要看到有人上传相册后爆料 就盲目的去相信 OK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高铁汉堡女事件 韩国现在因为疫情的影响 在高铁火车内是不能用餐 并且在车厢内要佩戴口罩 但是昨天在韩国KTS里 一位女性乘客拿下口罩 吃了面包跟汉堡 在乘务员对她说 在车厢内不能吃东西的时候 非常不高兴地回答 知道了的这位乘客 在乘务员离开后 她马上就摘下口罩 拿出了汉堡罐可乐开始吃 所以有位乘客就对她说了 不好意思 要吃的话就到车厢外吃吧 结果这位女乘客就激动地说了 你算老鸡 我在哪里吃什么 关你什么事 你知道我爸爸是谁吗? 然后就用手机拍了那位乘客 威胁说要上传到SNS上 所以 你爸爸当于是谁 因为有其他乘客再次举报 所以高铁也播出了广播通知 然后突然就拿起了手机打电话 高铁再次播出了广播 你说你的我说我的 然后通话内容更是傻眼 在旁边她自己在那里不舒服 为什么要对我发飘神经病 管我打不打电话 不说眼的话可以自己挡着耳朵闭上嘴啊 不就是自己有自卑感才那样 知道我爸爸是谁吗? 你爸爸到底是谁?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留言 所以你爸爸到底是谁 拜托告诉我们吧 就你这个人品 我们需要知道你爸爸吗? 你知道我爸爸是谁吗? 嗯 知道 是个养错孩子的爸爸 可能真的是不知道自己的爸爸是谁 所以才会问的 但是这位女乘客 很快就被网友们人肉搜索 查出了她的爸爸竟然是一般人 不过也有网友表示 会不会是因为事情闹大了 所以才会假装是一般人呢?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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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